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,许多美好的品性都消失了,大家都变得冷漠,尤其是当扶摔倒的奶奶起来的时候,反而被蛾事件的出现,更是一点一点吞噬着我们的善良,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的英雄也越来越少,其实越在这个时候所出现的英雄却越令我们敬仰,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正能量,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一名小英雄救了落水的一个人, 反而丢失了自己性命的世界,这名小英雄年近13岁,但是从小就有一颗善良的心,他为了拯救一名20岁的青年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,虽然把那位20岁的青年救了,但是自己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,可是最让人寒心的是岸边50多个大人却没有一点反应,救人的竟然仅仅只是一名13岁的小男孩,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,还没有体会这个人间的酸甜苦辣, 他就这样永远地离去了,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想,如果岸边的50个大人能够伸出援助之手,他会不会就不会那么早地离开呢? 他的名字叫陈清旭,马上就要上中学了,有一天他和同学在长江大桥下,汉阳门外附近玩水,其实玩水的不止他们两个,还有许多大人也在那里,但是在三点多的时候, 由于风高浪急,所以有一位20多岁的男子被巨浪卷入水中,当时那名男子在水里面拼命挣扎,不过很快就被更大的一层浪卷入了离岸边四五米的地方, 于是这名男子就伸手呼救,当时因为他的同学会水性,所以就立马游了过去,不过游了两三米之后就感到体力不支,转身却又游向了岸边, 年轻13岁的他看到之后就立马游了过去,奋力地游到了男子的身边,可是没有想到的是,男子见他之后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,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脚, 他的脚使不上镜,双手用力拍打了几下水灭之后,两个人就都被将水给吞噬了,等到事情传扬开的时候已经聚集了上千名围观群众了, 当他们知道救人溺亡的孩子只有13岁的时候,许多人就感叹旁边那些围观的人, 难道都不会游泳吗?为什么只有一个仅仅13岁的孩子去救他? 但是孩子的父母却只想把孩子的尸体打捞出来,所以当联系到一个打捞队的时候, 对方却说起步价6000元,如果成功打捞还需要2000元,这笔钱对他加压来说简直就是贴文数字, 他们只是摆地态来维持生活,不过当地村民听说了这件事,有许多人都送来了慰问金, 在这名小英雄的葬礼上,有好几千人冒雨赶过来吊咽, 但是不管来的人再多,这名年轻的生命都为了拯救他人勇敢地牺牲了, 我们的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英雄去唤醒人的良知。